接着我们要谈的一个守恒是就所谓的这里讲的机械能守恒力学能守恒 我们先看一个垂直上抛一个小石头 当我把小石头垂直上抛的时候 它的高度就越来越高 但是速度就越来越慢 然后呢这时候我的往上抛位移是向上 可是重力是向下 我们就晓得重力做什么功 正功还是复功 复功很好 然后你看到它的高度越来越高 就表示胃能会怎样 胃能会增加 可是速度越来越慢 表示动能会怎样 减少 所以当我上抛的过程中 胃能会增加 动能会减少 这是往上丢的时候 然后等它往下掉的时候 然后呢发现它的位移是向下 重力也向下 两个方向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重力做什么功 正功 然后越来越往下掉 那就表示高度越来越低 因此胃能就会减少 可是动能会怎样 越来越快 所以动能就会增加 你就看到一个状况叫做动能增加的时候 胃能减少 胃能增加的时候 动能减少 你就想说那这两个合在一起会不会就一样多啊 因为一个多一个少 加起来就一样多 如果你确确实实的用数学计算 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加起来会一样多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将的力学能守恒 机械能守恒 OK 所以呢 我们在如果没有其他的外力作用 你可以透过你的数学式计算 你就会知道状况叫做 我们在掉下身上去跟掉下来 在同样的高度的时候 如果没有其他什么摩擦力 阻力阻挡 就只有受重力作用的话 那么在相同的高度 丢上去跟掉下来 在相同的高度 他们的速度是一样 也就是动能是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OK 而且呢 最高点的最高点的胃能 就是冲上去 在最高点的胃能 跟刚刚冲上去的动能 这两个也是一样 所以最开始叫做 最低点叫做没有胃能 只有动能没有胃能 这个大小跟最高点 它已经不动了 所以它只有胃能没有动能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中间的每一个过程 你去在相同的高度去做 他们讲过 他的动能会一样 但是让他胃能 大概也一样 然后呢 东方都没有变 所以在数学上 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句话 总和都是不变的 这个过程中 动能加胃能的总和是不变的 没有改变的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力学能守门 机械能守门 只有重力做工的时候 如果我只含重力做工 那么我的重力胃能跟动能加起来的总和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我可以从动能换成胃能 从胃能换成动能 但总和不变 这我们称之为机械能守门 力学能守门 所以动能跟胃能合成所谓的机械能 或者是合成所谓的力学能 那么只受重力作用的时候 那么叫做所谓的机械能会守门 总和加起来不变 这种力量我们就称为守门力 我们国中就一个名词 守门力就讲完了 没有仔细跟各位说 什么叫做守门力 基本上有三个力量是守门力 重力是守门力 弹力是守门力 还有电力是守门力 在守门力的作用下就有胃能 所以有所谓的重力胃能 弹力胃能跟电胃能 国中基本上不交电胃能 我们谈一下电胃 而且是草草弹过去 我们要是电胃差 就是电压 然后所以我们不太讲什么电胃能 就忘掉它 弹力胃能我们简单介绍过 它有对要弹力 所以我们说重力跟弹力都是守门力 在守门力的作用之下就有胃能 然后在守门力的作用之下 机械能就会守门 力学能就会守门 就是动能加胃能 比如说动能加弹力胃能 或者是动能加重力胃能 重力作用就是动能加重力胃能 弹力作用就是动能加弹力胃能 总和不变 这称之为力学能守门 刚才说了这里基本上就是观念而已 考试也不太有什么计算 就算有计算就是1加4等于2加3 就是原来加起来多少等于后来加起来多少 这样非常简单 很容易就处理掉了 重点是你要这个观念 叫做如果我只受重力作用 那么我的动能加上重力胃能总和不变 总和不变 这称之为力学能守门 但注意哦 这是要只受重力作用哦 那如果你碰出一个摩擦力 它就不会守门哦 它就可能会损耗哦 不太一样哦 所以就跟各位说明一下力学能守门 OK